大家好,我是Carrie,Concord Pacific的销售代表 今天我们会介绍我们其中一个列字文的小小项目叫Gallaria Gallaria就是在3号路上Captain Way的角落位置 在正将来的Captain Skydream Station旁边 我们有一房、两房、三房单位选择 大概有500多尺到过1000尺的都有 我们今天就会看看我们其中一个的示范单位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设计 是一个L-shaped kitchen 里面我们做了一些入櫃的appliance设计 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衣机干衣机的位置 侧边你也会看到我们的雪柜 雪柜里面也是做了入櫃的设计 这是一个Bosch的品牌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德国牌子 侧边这里就是我们用了Panasonic的一个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的特色就是有一个trim kit 像一幅画这样进入櫃里面 侧边这个位置就是用尽所有的空间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pantry是很深的 可以放到很多日用品或者食物在里面 下面也做了一个magic corner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一些锅和锅 也可以放在里面 我们开锅的单位也很注重一些储物的空间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次的柜桶 是做了上下格的设计 上面是做了两层的 就可以放一些小的物品在下面 下面也是很深的 一些锅和锅和大一点的碗都放在下面 还有这些桂桶全部都是soft close的 旁边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我们放了一个spice rack在炉头旁边 方便大家煮食 比如说你需要一些盐、spice 或者一些sauce 随时都可以access到 那你会看到我们厨房的back splash是很漂亮的 但是一个很漂亮的很简单的设计 那你会看到可能会问 究竟我们的电插头放在哪里呢 那其实我们的电插头就是放在厨柜下面的 另外你会看到我们的洗盘机 就是放在入柜柜里面的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设计 那升盘下面也是做了一些新的间隔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cleaning caddy 那就可以放一些平时的清洁用品在下面 那你一拿出来就可以清洁家 那清洁完之后就可以放回来 那旁边这里也是做了一些垃圾桶的分类 那可以放一些recycling和compose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旁边的一个位置 那你会看到我们的车呢 也都是做了一些aroman lines 那就可以放回到一些防止外缸的设计 那我们可以放一些防止外缸的设计 然后我也是conquer pacific其中一个私人代表 那今天来大家就是看这个master bedroom 主人房和洗手间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那可以看到它是放在一个商人床的 也可以三边下床 那某一些单位也可以由房间里面走到它的露台 也有这个落叠玻璃的 房间地下方面也是全地板 现在已经没有地毯了 然后现在我带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柜 那这些櫃方面呢 我们这个单位就有一个walking closet 其实看到这些架已经做好了了 也有很多organizer for example,我们也做好了柜桶 那你开,可以看看 然后它也是soft closure 那就不会变一声了 那这些灯也做好了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洗手间 那这个洗手间呢 也有一个bath tub 和一个stand up shower 瓷砖方面也有地下 一直铺到上面的 最特别之处呢 其实是这个niche area 这个niche area 是放到沐浴露 或者洗头水也可以的 可以看一看另一边 这一边也有很多储物空间 这个好像镜 其实它是一个柜 里面这些间隔已经做好了 这里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灯 其实化妆方面很有帮助的 那这里有两个星盘 然后下面更加多的储物空间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联络一下我们的 Concord Galleria team 那我们可以是电话 电邮或者virtual appointment 都可以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